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 很多女人到了30岁,会发现脸色开始变得暗淡无光 皮肤蜡黄,甚至开始出现斑点 中医认为,气血不足和肾虚是导致女人加速老化的最大原因之一 气血不足,气不能将血液及时送到皮肤 皮肤缺少营养物质的滋养,就容易变得粗糙,松弛和老化 还有,肾虚的人因为生气不足,导致体内毒素无法排出并积聚在体内 从而导致皮肤变差,加速老化 因此,女人想要防老的话,一定要让自己的气血充足 还有平时要多注重补肾 今天,小编将跟大家分享一个能够补气血和补肾的偏方 坚持饮用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变得越来越光滑 脸色越来越红润,精神也变得越来越好 这个偏方就是桂圆红枣茶 桂圆其实就是龙眼 一般来说,心间的果实叫龙眼 晒干之后则被称为桂圆 中医书内记载,桂圆调氧气血的效果甚佳 有补气血,一心皮的功效 在润气补气之中,又可补血 不但能补皮固气,还能保血不好 因此非常适合血虚伪黄 贫血,血血不足和神经衰弱的女性使用 桂圆也有很好的补肾功效 它具有入肾经,补肾固经的功效 适量使用能起到滋阴补肾 润肤美容的效果 红枣则富含各种维生素 如维生素A和C等 赖氨酸,金氨酸等氨基酸 以及钙、铁等36种微量元素 红枣不仅可以帮助补气氨神 同时还可以达到养胃健脾的功效 非常适合气血不足的人使用 因使用红枣能起到补血的功效 因此非常适合月经性贫血 和产后失血人士使用 红枣也是非常好的补肾家品 能补肾益气和延缓衰老 俗话说,一日吃三枣 终生不显老 这是因为红枣中 富含丰富的氨基酸等营养成分 具有活血养颜的功效 经常使用能使颜色更加红润 皮肤更加光滑 将红枣和桂圆一起泡茶喝 补气血补肾和养颜防老的效果 将会大大加倍 那这个桂圆红枣茶该怎么做呢 我们仔细将桂圆和红枣冲洗干净 然后将红枣去壳 往杯子中放入五粒红枣 然后放入六粒桂圆 接着倒入热开水 焖30分钟后就可以拿去饮用了 喝完了记得将红枣和桂圆肉吃下 每天坚持饮用一到两杯即可 最后有一点大家要注意 这个桂圆红枣茶并不适合每个人饮用 有感冒发烧和咳嗽等症状的人 最好不要饮用 还有由于红枣和桂圆含糖量高 糖尿病患者不适合饮用 但体上火发热和有炎症的时候 也最好不要饮用这个桂圆红枣茶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哦 也记得按下小铃铛 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 拜拜